欧盟将立法改动食品保质期标签 哪些食品过期了还能吃 本期视频由连锁品牌小伟洋火锅特约播出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食品的浪费一直被人们谈论 除了我们剩菜剩饭的浪费 还有过保食品的浪费 很多人往往看到保质期已过 哪怕过期一天也不敢去食用 而是直接扔掉 在食品垃圾中 这一类过保食品占了绝大多数 家庭 超市 卖场都有这样的过保食品垃圾 但事实上 很多食品完全可以在保质期之后几天 几周 甚至几个月内食用 这取决于食品本身 为了减少这一类的食品浪费 3月8日 欧盟委员会正式向成员国提交了一份 修订食品保质期规则的提案 除了通常的best before之外 还会在标签上增加 often good after字样 这将彻底改变我们目前的食品市场 也将改变欧洲人的饮食习惯 简单来说 未来我们的食品标签将修改保质期的措辞 没有保质期 只有厂家建议的最佳赏位期 事实上 欧洲的很多食品保质期都十分的短 比如巧克力 饼干 保质期有的仅三个月 半年 但是吃过的人都知道 这些食品就算过了保质期 食用起来也一样好吃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欧盟的食品宣传中 哪些食品是过了保质期 还能继续食用的 原则上 不加水的干粮保存性更好 即使过了保质期一年也无大碍 比如米饭 面食 豆类 另一方面 鸡蛋也可以在过期后三天内食用 另外就是经常会过期的酸奶 酸奶事实上 可以在过期后两周内食用 唯一的问题是 过期后酸度会增加 活菌数会减少 罐头装类的食品过保后 可食用的时间更长 只需要在食用 食用嗅觉和味觉来判断好坏 饼干类也是一样 也许它会失去一些松脆感 但是并不影响健康 除了以上这些过保 依然可以食用的食品 还有一些过保质期后 食用反而有害的食品 特别是如果它有难闻的气味 例如腌肉 火腿 新鲜乳制品 果汁 这些食品一旦过保 会产生大量的里斯特菌 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会导致我们身体的 肠胃功能紊乱 事实上华人街小编认为 欧盟更换标签 势必又会造成 新一波标签纸上的浪费 只要做好宣传 帮助人们区分哪些食品过保了 还能安全食用的就可以 而没必要 仅为了几字之差 浪费更多的标签纸 就可以了 就寻找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